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和最大社会主义领导人习近平 每日每夜都有很多担忧的事情 最近一本新书可能揭露他夜夜无法入眠的原因 纽约时报5月11日的报导指出 最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在编译书中 透露出习近平的心思比以往中共宣传机构所透露的还要多 那么是哪五件事让习近平夜夜睡不好觉呢 一 赢得科技竞争 中美最近的贸易争端使中国取得科技自主能力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这本书透露习近平要让中国掌握自己的芯片 操作系统等核心科技的决心 习近平在2013年7月和8月的讲话中 也多致提到西方的统治力来自于科技 二 网络管控 自从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 中共领导人就担心 网络会成为颠覆政权和间谍活动的工具 习近平在2013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中国应该警惕美国监听世界的能力 三 军备竞赛 中国在提升军力方面花费巨大 习近平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中警告 军事上中国正面临被美军越甩越远的风险 四 隐藏的金融风险 中国领导层已经变得越来越具前瞻性 他们意识到债务增长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习近平在2016年的讲话中也解释了原因 五 不安的中国人 习近平已经加强党和政府在减少雾霾 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上的努力 但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 习近平还是以亡党亡国的危险 屡次警告全党 以上为新闻时事报张若颖的整理报道